阿諾哈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9月27號的時候 今天的話呢 差不多就是我們最後一天的那個 巨型耳耳的來襲啦 那大家這一次有沒有打過我們這個巨耳耳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一些打過過程囉 那目前來說的話 哲平記得的就是 三隻改造生物就是班海報商跟我們的黑帳 還有我們這個巨耳耳啦 不知道下一次第四隻會出什麼 真的可以來期待一下喔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兩關這個鑑定關卡 這兩個鑑定關卡的話 基本上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欸 我們昨天打那個 打個什麼啊 地圖王安眠島的時候取得的那個就是 新的這兩個就是能夠拿到這個本人獄的一個那個 新的關卡 那應該是紅色本人的起源 應該是那個普通的關卡吧 所以我們就先來打一下這個 黑色本人的頂點喔 應該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頂點的市場超級難是有 噴噴老師跟黑象跟我們的黑色的那個海報 所以用上我們的黑色部隊的話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喔 黑色部隊我看一下喔 其實最近的話基本上 很少很少打啦 所以基本上整個亂掉了喔 這一套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裡面還有我們的巡音喔 應該是 大丈夫です的 來看一下 經典的市場裡面有噴噴老師再加上我們的 黑色的 海報 還有我們的 還有誰啊 忘記了 黑色帝王嗎 忘記了沒關係 反正我們現在的話基本上可以先讓我們就是那個 暫停部隊先出來喔 然後我們先把 加速先關掉一下好了 我覺得會比較 保險一點點 不然到時候 直接爆開就好笑了 應該還是沒什麼問題啦感覺 我們這邊的話只要就是 呃 炸彈貓出多一點暫停住應該是OK的喔 加油炸彈貓 暫停掉噴噴老師 OK 那應該是可以給家不可以起來了 不用擔心 那紅色頂點的話應該就是我們的那個 紅色的關卡吧 感覺是這樣子沒有錯 然後後面還有那個黑色大象可能稍微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黑色大象的話可能真的就是 要再帶一些遠工具的角色 不然其實我覺得這邊的那個 呃 那個什麼 炸彈貓很有可能會直接被打爆欸 感覺目前來說還好喔 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把那個 黑色大象給他暫停住就可以了 欸 站到了站到了站到了 哎呀完了完了沒站 站到了雖然是站到但是 沒有辦法那麼快的直接把他給打死欸 完蛋了 我覺得這邊 這個大象真的是 欸這個組合也是蠻機車的欸說真的 哇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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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這這不能不能不能開不能開加速了 我想一下喔 這關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那個大象啊 他會直接那個欸 哇 等一下等等等等 燈會你燈會 先不要 開搜我們的塔了 OMG完了 這邊的話我們應該一開始要先出一些那個遠工具角色來打一下後面那隻大象 不然那大象的話真的是 太囂張了喔 31%蠻可惜的 沒關係再繼續努力一下 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是 要先想辦法快點用極大的輸出先把那個 噴噴老師跟那個海塔給打海豹給打死啊不然會比較麻煩一點點然後 遠工具盡量要用一些遠工具角色來打一下後面的那個 來打一下後面那個大象喔 不然這邊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來來來來我們先我們先 先來派出幾隻強力的輸出 巡英打起來了 巡英打起來應該沒什麼問題 巡英直接 直接殺爆他們好不好 應該OK的 在大象來之前最好是趕快先把那個 噴噴老師給消爆那是最好的如果消不爆的話 會比較麻煩 然後這個時候可以先存點錢 然後下一隻先叫一下那個 先叫一下我們的那個誰 龍弓獸出來喔 在大貓這邊 比較少隻一點點的話就會比較 比較尷尬了 快捲爆他巡英你可以的巡英 好不好巡英逮賭 捲爆他們就對了可以可以 最好是能夠暫停到大象會打爆大象也可以啊 巡英這個位置真的很棒啊 完全不會被打到啊 然後還可以刷爆這個 海報跟那個 沒有沒錯 哈哈哈哈哈哈 難餒 完了完了但是我們可以再拍下一隻巡英 巡英其實舒坦速度很快耶 完了完了完了 會不會直接爆開啊我覺得大象真的是 還蠻機車的耶 而且這是 這噴噴老師到底什麼時候才要死啊 我們已經打到他很多下了耶 但他一直不死耶我們也沒辦法耶 先開個貓炮讓那個 大象遠一點好了 要死了沒啊 不要鬧耶喔大象先死了大象先死都沒事了 喔好險喔 喔欸那個 那個那個噴噴老師很硬耶 一直沒死耶我的天 他怎麼可以活那麼久啊 這黑色噴噴真的是 有點兒逆害喔我的天 應該是有強化過後了不然不可能那麼厲害啊 哈哈 一直在那邊不死耶 這黑色噴噴不單純不單純 這頂點的市場我覺得確實是 有點兒困難 因為你想說只要用那個炸彈包那些來擋住 他們沒有喔因為他後面有那個 黑色大象會幫他們打一波很大的一個輸出 所以你也沒辦法就是很輕鬆的直接把他給消掉喔 所以這邊要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用一些能夠打遠攻距離的吧 先打那個 黑色大象先打死應該就比較好一點點喔 這個是減輕傷害D 好不好黑加一 這減輕傷害的沒有問題 好 再來是我們的下一個關卡 是我們的這個 紅色本能啦 紅色本能應該是普通的地圖吧 應該會比較滿一點點 這邊有那個 提升傷害C跟那個D有沒有 但是他是紅色的欸 紅色代表什麼意思 是打紅色敵人嗎 是這個意思嗎 我也不太知道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紅色的本能的起源喔 看一下裡面是長什麼樣子喔 裡面12345 應該我跟你講啦 100%一定是紅色敵人 所以我們那個 蘋果貓那些是一定要帶的喔 好帶上這套隊伍來 試試看好了 來看看 裡面究竟有什麼角色 有蘋果貓的話 基本上紅色敵人應該都還算是 蠻好打不會太困難喔 應該吧 應該 來看一下哈 這邊是紅帝王跟小紅兔應該是還行的 帝王紅色小蛇 然後小紅兔蘋果貓 感覺這關好像應該還算是蠻OK的 會不會剛剛那關 我們打黑色的那個才是普通的關卡啊 感覺這關真的是 好像還 嘿嘿 好像好像有事情囉 哈哈 哎呦感覺好像都是 帝王派的欸 帝王派再加上一些就是比較棘手的一些生物 但是我覺得 還是黑色噴噴到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啦 但是我覺得 帝王真的是也是蠻尷尬的一個角色 他會把那個角色打到後面去喔 好我們這邊應該是OK的喔 我覺得這關應該是比那個啦 比剛剛那關再簡單一點點喔 但是他這個是可以取得到紅色的那個 寶玉的 就不知道 紅色寶玉跟黑色寶玉的那個等級到底是沒有什麼差 而且 這個基本上他還是有機率會取得我們那個 D級啊或是C級的喔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看自己的那個運氣啦 C級目前來說應該是我們目前可以刷到的最高了 就是 目前我們開啟的地圖 除非我們又去打那個就是地圖王喔 C級的喔 紅色傷害加1我們來看一下 C級的紅傷害是對紅色敵人嗎 我看一下喔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那個是 什麼意思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本人玉好了 感覺好像 也是蠻厲害的欸 但是本人玉的話不是每一隻角色都可以那個 加起來就是了來看一下喔 看一下紅色的這個是什麼意思 紅色的這個 提升傷害西紅 但是紅是什麼意思啊 是打紅色敵人的意思嗎 然後黑色是 讓那個黑色敵人打我們的時候傷害減輕嗎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因為這個 這個屬性我還不太了解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就是紅色就是打紅色敵人 然後黑色就是打黑色敵人 應該是 這樣子比較有可能 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使用過的一些就是本人玉 因為其實哲平現在還沒有開始在研究我們本人玉這樣子喔 好那我們今天剩下最後的時間的話就來看一下 到第三連三裡面的第三個關卡 空虛岩石 這個岩石有夠空虛的 那我們就先來用一下我們的隊伍來看一下 用一下這一套好了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空虛岩石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裡面是四個問號喔來看一下四個問號分別是哪一些角色 搞不好是古代種喔 欸有可能因為這關是那個 喔古代臉哥好久不見 所以我們就是那個 古代的那個山脈啦那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我們的古代種的關卡那 那四個再加上我們這個 會打波動傷害的這個大鳥鳥喔 感覺好像 也沒有說什麼 也不會說有太大的問題但是 也不會說太好打 尤其是那個 臉哥那個部分的話應該就是必須要 加上一些那個 哇還有殺手打野啊 那這個就不好說了真的不好說了 因為這個殺手打野的話基本上他攻擊率非常非常遠喔 他會直接打到白無垢會尷尬好直接噴塔了 哈哈哈 歐買尬 等我一下啦 拜託啦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完了 殺手打野這邊的話這樣就不好配置了這個應該 真的要帶一下那個 黑色角色再加上一些能夠抗波動的然後再配上那個 古代咒我們的臉哥的角色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來看一下 這個貓俠隊伍那些是一定要帶上去的看一下貓俠喔 反正我們的打古代種部隊又要出擊了貓俠的這套吧 然後剛好有這個 牙王跟那個黑 黑結 啊這可以打一般屬性的 但這關的話 黑色 應該是沒有那個 算了嗎用這套好了反正我們貓俠 反正用貓俠三階來揍那個 揍我們那個臉哥應該都ok的喔來再來試試看 這關的話基本上比較麻煩就是那個殺手打野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話基本上就要把陣線放出去一點點不然會 直接直接喝喝好不好 這個關卡就是一開始就要把陣線先往前帶不然到時候會比較麻煩但是我這一次也是忘記帶那個勒我才剛講說會有那個波動的啊我沒有帶章魚狐貓啊是要玩什麼 對不對 沒帶章魚狐貓就會比較比較難搞一點點因為這個波動就會直接那個 直接勝過來了啊 這個鐵帶鐵要帶章魚狐貓扛一下才對齁 而且感覺他的那個傷害也沒有很簡單 啊哇哇哇這個波動再加遠工具這個搭配這有點有點逆漢啊這個 波動再加那個 不行了不行了這關 鐵鏡要帶一下那個章魚狐貓了哈哈哈哈哈哈 再耍白痴啊我的天 這關要帶個章魚狐貓會比較好打而且 殺手打野還會一直過來喔所以這個空虛的岩石的話看來也一點都不空虛啊這麼多伙伴怎麼會空虛呢 我覺得我反而比較可憐吧好不好 那這關應該要帶個章魚狐貓那些應該就會比較好打這個我們就明天再繼續看喔今天先讓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們本人獄的東西啊那 目前今天的話我們是就是 拿到了兩個本人獄一個是我們的那個 一個是我們的就是紅色的這個 西級的然後一個是我們的這個 黑色的D級的喔那 這顏色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屬性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打這個好像都是 一般的啊這有異耶這綠色就是異星啦所以應該是 有那個啦針對你那個屬性的一些那個新的寶玉啦好不好所以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取的寶玉的經過囉那 目前來說我覺得那個黑色關卡那黑色噴噴稍微會比較麻煩一點因為他後面還有一隻黑色大槍所以大家在打那個 黑色起源點的話真的要比較特別注意一下啦好不好 好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會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真傳奇關卡好不好接下來我們就 繼續來看一下真傳奇關卡裡面有什麼奇妙的生物囉 那我們這支影片再見囉大家掰掰啦